好 同学们 欢迎大家回来 接下来咱欣赏一下第几题要改 第五题 来看第五题 十个元最多把平板分成几部分 几个元 十个元 是不是最多把平板分成几部分 你能说 包括老师 我要买一张大纸 买一个铅笔 我要画他一画 现在画这张纸是悲剧 就被你画烂了 你想是吧 十个元你要猛画的话 而且把纸分得越多越好 是不是元和元得相交 是 乱死了 能明白吗 还好考十个元 要考一百个元呢 你还说 老师我要猛画一下 我估计那个时候你自己都底气不足了 对不对 所以你那个猛画的方法不行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咱来找一个切实可行的道路 对吧 来看看啊 十个元我对付不了你 我从你们家里面挑一个小孩来气负一下好不好 十个元不行 那几个元我试一下 一个 一个元 对 你又让我读者的心一般 一个元把平板分成几部分呀 两部分 里外是不是各一部分 是啊 两部分了对吧 嗯 那两个元我是不是也能凑合啊 嗯 两个元的时候 那个元最好是不是跟它交上 是啊 你要不交的话就三部分 眼里面 眼里面还有外面对吧 嗯 是不是交上会多一点 嗯 交到越多 交到越乱促 越好 是的意思吧 是啊 第二个元就来捣乱了 你看看啊 这么一来 几部分了 一二三四四四部分 一二三四四部分对吧 嗯 是的意思吧 是啊 三个元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 嗯 前两个元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画 到底四个元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画 嗯 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明白 这几部分呢 咱数一下啊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不是八不反了 诶 二四八 现在有没有规律 嗯 二四八 现在规律有吗 有点 有点 是吧 嗯 这话说的太好了 叫有点 还确定不了对吧 对 你比如说 二四八 我猜下一个是十六 有道理吗 有 有啊 二四八 二的N四方嘛 对不对 嗯 我猜下一个是 这个差二 这个差四 我猜下一个差六 我猜十四 有没有道理啊 有 有道理啊 双重等差数列啊 差十等差数列 这个差二 这个差四 我猜下一个差六 这个不犯法呀 对吧 嗯 所以如果不画下下一个 你还真验证不了 对吧 对 接下来 有一个可爱的办法 画出来 是这意思吧 嗯 三个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这样了 是啊 第四个 是不是跟他们都交上才好呢 嗯 哎呦 我得神啊 跟他们都交上 你看看 大概我画一个漂亮的圆出来 嗯 有多少你画的这什么玩意儿 约不约放不放的 意思一下就行了 好不好 嗯 我真话 画到黑板上去 也不好看呀 对吧 对 这个有几部分呢 咱数一下 面对一下前面 你哪个猜测是对的 是不是就OK了 嗯 能明白吗 能 来看着 一部分 一部分 两部分 三部分 三部分 四部分 五部分 六部分 七部分 八部分 这是小点是八啊 嗯 九部分 九 十部分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嗯 发现过六了吗 这回 发现了 这个是不是差二 嗯 这个是不是差四 对 这个是不是差六 嗯 接下来 第一种办法 傻推我也能推到十个元了 对不对 嗯 怎么傻推 接下来该差几了 差八 那应该是二十二吧 嗯 这是几个元了 一二三四五 这不五个元了吗 嗯 就按着这个思路 慢慢去推去呗 能明白吗 能 定个办法 傻推我也能推回来了 对吧 对 但是你看过时这个 要像傻的样吗 嗯 不像 不像是吧 哎 油力比较善良 上次我在班上问 过时这个要像傻的样吗 全盘一口同声 不由一同 行 把我给孕坏了 对吧 怎么推呢 我这么推 我第一个手 加上这个 酷 是不是等第二个说 是啊 我第一个数 加上这两空 等不等第三个数 等于 你看 二加上这个空 加上这个空 是不是等于第三个数 嗯 这个很有道理 为什么 你加上这个空 等于他 他加上这个空 等于他 那他加上这两空 不就等于他了吗 对吧 对 所以我第一个数 所以我第一个数 加上三空 是不是应该 预计一下 等于这个数 嗯 能明白吗 能 那是因为 第四个数 和第一个数 之间有几个空 你看看 三个 三个空 所以第一个数 加上三空 是不是就等于 第四个数 是啊 对 第四个数 第一个数 四减一等于三 是不是三空 嗯 那你估计一下 第一个数 和第十个数 之间有几个空啊 十减一 九个 九个空 对吧 嗯 所以我第一个数 加上九个空 是不是等于第十个数 是啊 这九个空 分别是什么呀 第一个空是 二 第二个空是 四 二加四 加六 加八 加十 加十二 对吧 嗯 一二三四 五六 七 八 九 完事了 这个都是答来 是不是就完了 嗯 能明白我说的啥意思吧 能 这个特大好得呀 这不等他数列吗 嗯 手加墨 成像除一二啊 对吧 嗯 实际上 这题我还傻了呢 我用得着写这么一串吗 不用 我应该写省量号才对呀 是理由的吧 语文学的不好 猛然没详细省量号怎么写来 是吧 嗯 来看看啊 这里面写我和就简单了 手像加墨像 是不是就二十啊 嗯 架数是不是九像 是 除二 是不是这里面呢 嗯 看来加上二 是不是就OK了呀 嗯 咱们能解 中二十 九十二 九十二 这题不记完了吗 懂我说的啥意思吗 懂 所以你再找一下规律 这个事就出来了 对不对 嗯 听懂了吗 这个题 听懂了 好了关于这道题 我就简单想到这儿 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 别着急啊 咱看一下详细的解译过程 行吧 行 它这么一画 这么一算 它就算上来了 N个元 等于这么个东西 对吧 对 它把公式给推出来了 实际上咱也能啊 对吧 嗯 二是开出一个元 把它分成两部分 对吗 对 N个元 是不是和一个元之间 有N减一个空 是 是不是就能N减一个空吗 二加四加六 一直加到N减一乘以二 对吗 对 第一个空是二的一倍 第二个空是二的二倍 第三空是不是二的三倍 嗯 这N减一个空 不就是二的N减一倍吗 是 里面不就等差数列吗 这个活谁干不了啊 对吧 嗯 能听明白吗 能 算不算就OK了 对吧 嗯 实际上这是一个系列 叫分屏面系列 以前我也应该讲过 回头好好复习一下 如果复习不到 比如说找不着了 就在摆动上搜一下 分屏面系列好不好 好 看一下 十个元 最多按照它这个公式 二乘以N N减一 加上二对吧 嗯 就等于92部分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关于这个分屏面系列 我还是给大家列一下 直线分屏面 等于二分之 K乘以K加1 这个加上1 这能明白吗 能 原分屏面是 2N乘以N减1 2 3N N减1 2 4N N减1 能明白吗 能 你加上二分之1 能明白啥意思吗 能 这第一个事 听明白了吗 第二个事 慢慢想 你看 原的时候 这N的K数是1 对吧 对 三减的时候 这是不是3 方向的时候 这是几 4 你办法是不跟标策有关系 是啊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条表 一下你下来了 对吧 嗯 你要认为它是无数个表 那就麻烦了 嗯 无数条表 知道你还能写无数啊 是吧 不能 这是一个表 你可以认为它是三表 这是三 你可以认为它是四个表 这是不写四啊 嗯 要五表型 能自己造一个公式出来吗 嗯 能 那就是2加上5N 乘以N减1就对 嗯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了 这一讲的这道题 我就简单讲到这 好吧 好 最后花几分钟的时间 简单把这一讲 学的重点知识 回顾一下好不好 好 看一看 这一讲咱都讲什么了 第一个叫标数吧 常规标数 它就是解决线路问题 来路得明确 对不对 对 再一个 抽象标数 有零等钱 几多碗 收发邮件 胜付局问题 等等等等 对吧 对 当然它有别的 那就有机会 以后咱慢慢聊 行吧 嗯 一次聊那么多 那我也崩溃 你也崩溃 是不是 是啊 来看啊 第一对吧 思路是站在尾站的肩上 去推下一个 千万不要猛推 知道明白吗 嗯 你要站在前面的节路 和常规的基础上 去推后面 是吧 嗯 它说 两个系列 两个系列都是 第一对吧 出来的 一个叫兔子系列 就是那个 斐伯大气数列 对吧 嗯 再一个是分屏面系列 公式我也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个兴趣可以有 听见了吗 嗯 你别说这个真没有 这个应该有啊 自己推一下这几个公式 好不好 好 那这样咱就简单到这 好吧 好